长期以来,中方坚持透明开放的原则,根据非方的需要开展务事合作,不断拓展新领域、新动能,合作成果遍布非洲大地。 中方在赞比亚建设的夏凯富峡水电站,每年减少当地66.35万吨碳排放,每天可以获得100多万美元的电费收入。 肯尼亚蒙内铁路累计创造当地就业4.6万个,员工本地化率超过80%,每天有近7000名旅客和约1.8万吨货物抵达目的地。 中国积极支持非洲绿色长城建设,帮助有关国家荒漠化治理取得新进展。 同时,中国政府鼓励中国在非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。 中非合作好不好,非洲人民最有发言权。 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是非洲最大的债权方。 我们注意到,美国一方面享受美元霸权的红利,一方面对非洲国家正当融资合作说三道四。 这无异于只许州官放火,不许百姓点灯。 事实上,美国的激进加息政策推高了非洲国家融资和偿债的成本,是引发非洲国家债务问题的重要原因。 美方在看待中非合作时,应当少一些酸葡萄心理,多一些开放包容心态,少一些无中生有,多一些真金白银,少一些零和博弈,多一些合作共赢。 正所谓,夫为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,只要是真正对非洲人民有益的合作,都可以不敬自赢。